就在刚才,我和我老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这个情人节他在外地出差,还给我快递了个水杯。 我还在朋友圈里发了水杯的照片秀恩爱,闺蜜还取笑我一个廉价的水杯就把我收买了。 可谁又能想到,情人节才刚过去,我在和他视频的时候,发现了他房间里有个用过的。 我和我老公陈超从大一就在一起了,今年恋爱满七年,结婚也快三周年了。 从去年开始,陈超被派到外地出差,我们每天入睡前都会视频。 有时候,他还会贴心地等我睡着后再挂断视频通话。 这天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躺在床上视频聊天。 聊到一半,我蝉虫上来了,临时走开去冲泡面。 等我端着热腾腾的泡面回到视频前时,陈超将视频的手机丢在了一边,正在iPad上编辑着什么。 我以为陈超有工作在忙,没喊他怕打扰他,却意外瞥见视频右下角处的垃圾袋一脚,挂着一个已经用过的那个东西。 我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不幸七年的爱情会如此经不起考验。 所以我连夜赶到了他出差的城市,冒着严寒在他公司附近等了接近一个小时。 陈超出现了,可没等我开口喊他,一个女人扑进了他的怀中。 他们说说笑笑,陈超还低头吻了他。 我想,我知道我视频里看到那个东西陈超和谁用了。 我不知道我以什么样的心情躲在角落里给陈超打电话。 怎么了? 超,你在哪? 我电脑出了点问题,我还在开会,等结束之后再远程给你看看。 陈超的语气和往常没什么区别,却在挂断我电话后,亲手将他的围巾系在了女人的脖子上,那个女人笑叶如花。 那一刻,我感觉冷风灌进了我的脖子里,浑身上下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冷。 我没有再说话,直接挂断了电话,拉着我的行李箱离开了那个碍眼的地方。 成长路上最痛的一刻,是那个你从未设防的人,却开了最猛的一枪。 但那个人,不是陈超,而是我的闺蜜王璐。 没错,她是那个取笑我被廉价水杯收买的闺蜜,也是被陈超搂在怀中的女人。 我和王璐从小玩到大,王璐家境不好,我就把我的零花钱分一半给她。 我们无话不说,亲如姐妹。 我会将我和陈超的点点滴滴和她分享,和她倾诉。 没想到,我躲进了一家酒店,边用热水冲刷身体,让身体暖和起来,边冷静地思考着未来。 这大概就是成长,遭遇双双背叛后的成长。 十几年的友谊,七年零四天的爱情,在浴室里不知道待了多久后,我拿出了手机,给陈超发了微信。 超,我在车站,快来接我。 我洗漱完毕,再次出现在车站,陈超把我接到了公司为他安排的公寓。 你过来,怎么也不提前跟我打一声招呼。 我笑着问他,是怕我临时查岗,查到不该查的东西吗? 陈超大概觉得我笑得很怪,训我,瞎说什么。 我担心,我正好有事抽不开身,你就一个人在车站吹冷风了。 有事抽不开身,他忙着和王璐在鬼混,抽不开身。 我没有搭理,继续整理我的行李。 陈超大概是为了弥补我,也相当热心地想要帮我整理行李,但被我以他整理不整齐为由拒绝了。 陈超没能在整理行李上帮到忙后,又趁着我挂衣服的时候,从后面抱住我, 开始纹我的头发,然后往下,彼此都是成年人,我知道他的想法。 只要想到他和王璐也这样亲密,我连去年的年夜饭都要呕出来。 我当即推开了陈超。 陈超有些萌。 我做了大半天长途,一身位。 陈超又沾了上来,老夫老妻,怕什么。 我先洗个澡。 我再次推开陈超,躲进浴室。 开了水龙头,我望着镜子里那个眼神木讷的女人,安静地等着。 十几分钟后,陈超的手机响了。 嗯,在家。 我这边还有点事情。 等晚上,好好好,我这就过去。 陈超挂了电话后,就冲浴室这边喊着。 公司还有点事情,我得过去看看。 等我回来。 然后他急匆匆就离开了,仿佛公司有什么重要事情等着他似的。 但我知道,找他的不是公司,而是王璐。 在车站的时候,我给王璐发信息,跟他分享我过来找陈超玩一周的好消息。 你看,王璐这不就不让陈超和我玩了? 接近凌晨,陈超才回到公寓,一脸的眷色。 老婆,今天公司有个大项目,加班到现在,都没能好好陪你。 我生怕打草惊蛇,还体贴地给陈超捏了肩膀。 没事,我还盼着你赚大钱,我跟着享清福。 虽然我没看到陈超的表情,但我的手明显感应到陈超的身体僵了一下。 这代表他的未来规划里,没有我,早在看到他和陈璐亲密时,我就知道了答案。 但远没有这一刻,打击来得大。 大概和王璐私混得很累,陈超洗完澡,很快就睡得跟死猪一样。 我趁机用他的手指,解锁了他的手机,找到王璐和他的聊天记录。 两年前10月31号那天,他们加上了好友。 王璐给陈超发了第一句话是,谢谢你送我回家。 今天要不是你开车送我,这么大的鱼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家。 他们的故事始于一场大雨中的街边偶遇,然后他们就经常背着我偷偷聊天。 有一次,陈超和我吵架,王璐正好给他发了信息,陈超就将我们吵架的事情告诉了他。 娟有时候是有点作,我也受不了,不过要怪也得怪你把他宠坏了,如果是我,我一定不舍得让你这么辛苦。 还有一次是我和王璐见面闹了不快,王璐还烫到了手指。 陈超竟然背着我,主动联系了王璐,替我向他道歉。 其实都是我不好,要不你先哄哄娟。 我没事,只是有点难过而已。 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吵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水泡是王璐自己烫出来的,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怎么说的好像那水泡是我特意唠他手上的。 可诸如此类,陈超抱怨,王璐看似开解,实则通篇贬低我的聊天记录后面看多了,我倒是平静多了。 只是在发现他们肉体关系正式开始时,还是忍不住心如刀割而已。 那是两年前的元旦,我回了娘家。 陈超在微信上跟王璐抱怨,捐回家了,连饭都没得吃。 啊?他就让你一个人饿肚子啊?太可怜了。 我给你送点吃过去吧。 陈超假意推脱了几句,但后来两人还是以打发假期为由,买了一堆吃的喝酒,在我家玩。 后来,王璐酒后失身了。 具体流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陈超在微信上不停地给王璐发信息,发语音道歉。 而王璐说了,其实这事情也不能全怪你,我也有责任,谁让我喜欢上了你。 不过,你再好,你也已经有了娟。 不然,哎,当我什么都没说,你要好好对娟,把昨夜发生的一切都忘了吧。 看似要断绝往来,陈超后面的语音和信息他都没有回复。 可在我结束假期从娘嫁回来的当天晚上,王璐又给陈超发了信息。 你能陪陪我吗? 今天的雨好大,我好害怕。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是陈超婚后第一次彻夜加班不归家。 这时候,我才算彻底明白,原来陈超加班加到了我闺蜜的身上。 男女之间都是你情我愿,什么酒后失身不过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从那次以后,他们两人聊天越发频繁了。 我以为他们的第一次就发生在我的婚房里,最让我难以接受了。 然而,比这更令人崩溃的,还在后面。 情人节到了,陈露你想要什么礼物? 你朋友圈里发的那个心仪已久的LV老花。 那个很贵的,还是算了吧。 为你再贵都值得。 娜娟呢? 你打算送她什么? 我没打算送她东西。 不好吧,别人都有礼物,她没有。 到时候,她该怀疑你了。 那你帮我选一个吧。 然后,王露就发了一个链接。 我点开一看,正是陈超之前送我的那个水杯。 我突然理解王露为什么会嘲笑我被一个廉价水杯打发了。 情人节,陈超给她送了上万块的LV老花包, 而我只得到了一个廉价水杯。 还是她帮我求来的。 对比之下,她优越感十足。 他们在我眼皮底下保持了半年偷偷摸摸的来往。 陈超的微信支付上很多都是她趁下班回家前和王露去开房去购物的扫码支付记录。 可他们不甘于这种偷偷摸摸摸。 去年陈超被临时调到外地时,王露直接辞职去他的所在地找了一份新工作。 我并不知道陈超因为调到外地,升职加薪了。 因为她把那部分薪水都花在王露的身上。 在这个城市,她给王露买了房子,付了首付不说,两个人还时常进出高档酒店餐馆。 两人活得比和我在一起还像一对夫妻,时常下班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一起过夫妻生活。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以什么样的心情,看着他们用我妈给的钱挥霍无度,以及各种露骨的文字。 我只知道在我的爱情,我的友情在这一刻,已经悄然死去。 就在刚才,王露在陈超回到家时又发了信息。 你什么时候跟我领证啊? 过一阵吧,现在掉到外地,很多事情不方便。 我爸妈说,今年回去,要让我出去相亲。 你说,我要不要去? 不准去。 你不给我颁证,又不让我相亲,到底要我怎样? 露露,现在离婚房子的一半要归捐,而且我丈母娘那边的遗产还没到手。 很不划算。 你是舍不得房子和遗产。 我倒是有个方法,看着他们密谋要得到房子和遗产,我彻底怒了。 我单身家庭,五岁时父母离婚,我爸很快再婚。 我妈带着我到处沿街摆小摊,受尽冷眼。 但好在我妈很会做生意,小摊越做越红火,最后还连开了好几家超市。 而陈超家很穷,一家四口住在一间土房子里。 我妈当初不愿意让我嫁给她,但最后她还是妥协了。 怕我跟着陈超吃苦,结婚的时候,我妈还给我们全款买了房子和车子。 而且我和陈超这几年的婚后生活,她各种补贴也接近百来万。 我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听我妈的劝,如果不是这样,我妈的性命和钱都不会被人算计了。 可我也同样清醒,这时候我不坚强,谁能替我坚强。 天很快亮了,我藏起了我所有的无助与泪水,没人发现我昨夜的撕心裂肺,一如我看不到别人的伤痛。 我用楼下买的豆浆油条打发陈超去上班后,找了同样在这个城市的大学室友小美。 小美长得漂亮,身材也好,但她不是时下那种流行的干瘪兽,而是略带一点肉感。 她还有一张漂亮瓜子脸,最重要的是端茶记忆也极好。 大学时候,好几个男生都被她忽悠得团团转,纷纷以为自己才是小美最爱的那人,甚至还为了小美大打出手过。 见到小美后,我直接到明了我的来意。 小美说,帮你可以,但我要钱。 我就喜欢小美这种爽快利落,不谈感情,只谈钱的性格。 可以,事成之后,我给你二十万。 表现得好的话,还有额外三十万奖励。 把陈超给王鹿首付的钱拿回来报应在两人身上,这简直就是废物利用。 成交。 小美爽快地和我碰杯。 娟,晚上我要加班。 刚到和小美谈完,就接到了陈超的电话。 你怎么每天都要加班? 不行,今晚必须陪我。 我大学室友小美,就是特别漂亮的那个也在这个城市,今天约了我们见面吃饭呢。 不知道是我难得的强势,还是特别漂亮女人的诱惑,陈超很快妥协了。 陈超,听说你在这边高就,我就约了你们吃饭,不介意吧。 吃饭的地点是一家连锁火锅店,烟气腾生有些闷热,小美一到就把后棉服脱了,露出低领毛衣下那不错的雪白。 陈超表现得也大放热络,不介意不介意,人在一厢多个熟人多个照应。 而且之前听娟说过,你在大学时候对她照顾有加,以后在这边有什么问题,尽管联系我。 如果不是我发现陈超的目光一直时不时地掠过小美的毛衣低领处,我还真以为她真的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对小美如此热络的。 一顿饭后,小美顺理成章要到了陈超的微信。 过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小美和陈超发展迅猛,一度让王璐有了危机。 王璐约我到她的的新房子里玩,我在洗手间里发现了陈超惯用的剃须刀和须后水。 我知道这应该就是陈超用我妈的钱给王璐竹的艾巢了。 所以我趁着王璐在厨房给我做咖啡的时候,我借参观名义,在其客厅和卧室安装了两个微型监控。 王璐大概还因为陈超陪伴她的时间不多,还跟我旁敲侧击陈超最近是在忙什么。 数落陈超不是人,老婆难得来这边一趟,她都不多陪陪老婆。 我告诉王璐,陈超最近在忙项目,等她忙完了肯定抽时间陪我。 王璐笑我,你心可真大,万一陈超在外面有人呢?可不是心大。 闺蜜和丈夫都搞在一起一年多了,我这才知道。 有狗倒是可能,但有人我不信。 王璐的表情堪比哑巴吃黄连。 对,我说的就是她这条狗。 娟,你别总这么单纯好吗? 我真怕你被人骗了去卖,还帮人家数钱。 好了,别说这些了。 我发现一家不错的餐厅,我们去吧。 瞧你最近瘦成什么样? 到底谁把谁骗去卖,还不一定呢? 当然,我现在恨不得掐死王璐,怎么可能心疼她瘦了? 所以,这顿饭喊上了小美,最后才叫了陈超,凑齐了一桌麻酱。 陈超到了餐馆的时候,才发现这一桌不止聚齐了她的老婆, 她的小三,还有她刚聊上的小四,那表情简直要裂开了。 陈超,你最近这项目比你老婆都重要是吧? 她到这边都小半个月了,也没见你陪过几回。 王璐最先和陈超打招呼,像是在为我打抱不平。 但我知道,王璐只是为了自己向陈超兴师问罪。 最近项目挺急的,想忙完这个项目再好好陪佩娟。 陈超在我身边坐下,但我看她先瞥了王璐一眼, 最后又急忙去看小美。 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这就是传闻中的静果效应。 陈超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别说这些了,大家碰个悲开心一下。 小美不愧是夜场出来的,把气氛拿捏得死死的。 在她的带动下,这一餐表面看着还挺欢脱的。 但饭局结束回去后,我趁着陈超睡着, 在她的手机里看到了王璐兴师问罪的记录。 你和那个小美是不是有一腿? 没有。 没有那你献殷勤干什么? 我哪有献殷勤,那是娟的大学室友, 对娟照顾有加,我帮忙招呼一下怎么了? 招呼一下有必要那么热情地给她剥头发吗?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网络咄咄逼人的信息,让陈超发了一通大火。 但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网络威胁陈超的信息里有这样一段话。 陈超,你要是敢背着我勾搭别人, 我不只会让娟知道你的真面目, 还会把你挪用公款的证据拿出来。 而且,陈超在这信息后,态度明显好了不少。 显然挪用公款却有其事。 另一边,小美和陈超突飞猛进, 到网络的爱潮次数也越来越少。 每天陈超跟我说加班时, 必定在小美的温柔箱里。 陈超陪在小美身边的次数越多, 网络的精神状态越是糟糕。 几次我们出去喝咖啡, 网络总在忙着信息和电话轰炸。 而我也保持每天偷看陈超和网络, 以及她和小美聊天记录的习惯。 陈超和小美现在的聊天记录 和之前陈超和网络的极其相似。 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抱怨我的不温柔不体贴, 不如小美体贴善良又很懂男人心。 而陈超和网络现在的聊天记录, 大部分都是网络在追问陈超在干什么, 在哪里,睡了没有, 为什么没空回电话和信息, 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 陈超除了被逼急了, 才会偶尔回复她在加班, 公司, 昨晚早睡, 烦不烦, 别多想。 看到这, 我知道小美终于用王露的招数, 让王露也失去了陈超。 王露近乎抓狂, 每天总是会打电话找我, 打听陈超有没有陪我, 然后数落陈超不爱老婆。 我知道, 现在只要添一把火, 所有的一切都会烧得面目全非。 这天, 我约了小美见面, 还在路上买了乐高玩具。 见面时, 小美看到我一旁放的乐高玩具就笑了, 怕我背叛你, 挺怕的, 所以得讨好你儿子了。 放心, 你知道我这辈子最讨厌穷山沟的凤凰男了。 现在就算地球上只剩下那种凤凰男一个, 我宁愿孤老终身。 小美笑得坦荡, 但还是接受了我的乐高玩具, 替小乐跟你说谢谢了。 对, 小美还未婚, 但有个儿子, 名叫小乐。 大学期间一次机缘巧合下, 我知道他一边念书, 一边在夜总会上班, 因为他除了要养活自己, 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孩子。 孩子是他19岁时恋爱的产物, 发现怀孕时已经六个多月, 还面临大学被退学的风险。 他的父母不赞成小美和那个男孩在一起, 因为他们家实在太穷了, 父母兄弟姐妹五口人, 就住在一间屋子里。 小美从小家境优越, 父母自然不可能同意这门婚事。 但当时小美的肚子已经显怀, 大错已经造成, 并且小美寻死逆活, 非要和那个男的在一起。 最后, 她的父母妥协了, 把小美和那个男孩接到了家里, 想等孩子生下后, 小美大学毕业在领证。 当然小美的父母智商不低, 担心男方看重的是他们家的钱, 所以男孩接到家里后, 他们并没有负担那男孩的生活费, 而是让他到工厂打工。 若男孩子经得起考验, 等到小美大学毕业领证时, 他们会给男孩一笔钱做生意。 可男孩极其懒惰, 打工时长上一天的班, 就休息几天, 赚得钱连他自己都养不活。 小美为此和他天天吵, 而男孩则埋怨小美父母不肯帮忙。 最终, 男孩还是走了。 在小美刚生下孩子不久, 男孩跑了。 至此, 未婚先孕还惨遭抛弃, 小美成了亲戚们乃至周围人茶余饭后的话题。 父母也受不了别人的闲言会语, 想偷偷把孩子送人。 小美拒绝后, 便和父母断绝关系, 没有读完大学, 带着孩子离开了。 但当时她年纪小, 还在哺乳期, 又没有大学文凭, 能赚钱的渠道不多。 所以最后, 小美进了夜总会, 靠着年轻貌美, 赚到了足以供应自己和孩子生活的前后, 还再次以二十几岁的高龄报名参加了高考, 最后被我们学校录取。 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人生在世, 自己最可靠。 这是小美的座右铭。 因为被凤凰男抛弃过, 小美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这一类人, 所以她应该不可能为了陈超背叛我。 而且, 她并不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 让她儿子知道。 从念大学的时候, 小美就一直说,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我儿子懂事前, 赚到足够多的钱带她出国, 远离这些是是非非。 看到我给她那一袋子五十万现金, 小美笑了。 看来, 我提前实现愿望了。 她当着我的面拉黑了陈超的微信, 还订了和儿子一起离开的机票。 我送别小美后, 当天晚上就趁着陈超晚上在我身边睡得跟死猪似的, 把她和小美那些露骨的文字拍下来, 转而哭哭啼啼地找网路哭诉。 她怎么可以这么对你? 当年要不是你拉她一把, 现在她还在那穷山沟里呢。 这才过了几年, 她就翻脸不认人了。 王璐看起来比我这个倍率的人看起来还要激动, 叫嚣着要我去撕了陈超。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钱和青春都给了她, 什么都没了。 我拿什么跟她逗。 我哭得撕心裂肺, 荡气回肠。 也许是心疼我, 但更可能是我的那些撕心裂肺戳中了王璐的伤。 她说, 我有她挪用公款的证据。 我之前在她公司工作过一阵子, 正好发现的。 那快点给我, 我要让她付出应有的代价。 其实我知道, 王璐从来都没有在陈超的公司上班。 那些证据, 无非是她和陈超恩恩爱爱时, 正好发现的。 王璐为了报复陈超, 也为了给她逝去的青春讨回公道, 倒是非常爽快地将证据给了我。 我到相关部门举报了陈超后, 又去法院起诉离婚, 并将陈超和王璐出轨的证据, 以及陈超给王璐首付、 买包、 日常开销的转账记录, 都一并提供给法院。 处理好这些事情后, 我回了陈超的公寓, 像是没事人叫了一份美味可口的水煮牛蛙吃。 陈超被带走了, 第一时间打电话向我求救。 娟, 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才犯魂的。 你赶紧打电话给妈, 让她帮忙筹五百万补上缺口救我出去。 我想, 陈超大概还以为是王璐举报了她, 完全没料到是我。 还有, 她至今还将我妈当成她的提款机, 像是完全不记得几个月之前, 她还和王璐密谋要让我妈死于刹车失灵。 陈超, 是我举报你的, 你说我怎么可能让我妈花钱去捞你? 事到如今, 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和陈超再装下去, 索性摊牌。 你, 为什么? 人家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 我们在一起七年了, 就算养条狗, 也养出感情了。 我到底怎么对不起你了, 你要这么对我? 你也知道我们在一起七年了, 那你和王璐滚床单, 和小美撩骚的时候, 为什么不想想我们七年的感情? 在你和王璐密谋要偷偷毁了我妈的刹车时, 为什么不想想我妈除了一开始不同意咱俩的婚事, 后面的哪一刻不拿你当亲儿子? 娟,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陈超, 你简直连狗都不如。 我歇斯底里嘶吼一痛后, 就将电话挂断了。 我拿着陈超送我的那个廉价水杯, 蹲在马路上哭得撕心裂肺。 这场报复, 看似我大获全胜, 但实际上我也撕心裂肺。 七年的爱情, 十几年的友情, 请客间都不复存在了。 后来, 陈超将挪用的一部分公款退回公司, 但还是被判了五年。 我和陈超也离婚了, 基于我向法院提供他出轨且情节严重的证据, 陈超净身出户了。 而陈超给王璐买房子首付的钱以及各色开销, 也被认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处理共同财产的前提是需要征得对方同意的, 否则擅自处理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 王璐从陈超身上得到的一切财物都要被追还。 法院通知书下来时, 王璐都猛逼了。 他大概没想到, 最后被人卖了还帮忙数钱的, 竟是他自己。 他第一时间找到我。 徐娟, 你怎么可如此对我? 要不是我帮了你, 你根本没法把陈超送牢里。 你那是在帮我, 你只是在帮你自己而已。 想借用我的手, 除掉浪费你大好青春的复兴汉而已。 可你也不能赶尽杀绝啊。 我辞职来到这个城市, 现在你把房子和钱都要回去的话, 我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 和我无关。 徐娟,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我们当了十几年的闺蜜, 你怎么能把我逼上绝路? 单凭你和陈超提议在我妈刹车上动手, 我想杀了你的心都有了。 只把你逼上绝路, 已经便宜你了。 王露大概也看出我心意已决, 不再劝我, 只哭得生死历劫。 王露把房子卖了, 连带陈超花在他身上的钱, 都一并还给了我。 再后来, 我回到了我原来的城市, 和我妈一起认真经营我们家的超市, 日子过得不错。 关于陈超和王露的后来, 虽然我无意打听, 但架不住我们有共同的校友, 所以还是知道了一些。 陈超出狱后, 因为有犯罪前科, 找工作到处碰壁, 后来就回到他们的村子去了。 王露自以为嫁了个有钱人, 但婚后却发现是假大款。 王露不甘想离婚, 却又发现自己怀孕了, 只能忍气吞声地过日子。 但他的假大款丈夫 一有不顺心的事情就喝酒, 喝醉了就打他和孩子。 我听着这些, 没有感觉任何快与不快。 我想我大概已经彻底走出了那段阴霾, 全文完。 检测出怀孕的时间, 恰好在结婚五周年当天。 我看着电视上播放的故事掌门人和 新近花旦沈木之同游香港珠宝燕, 一丝好事将近娱乐新闻, 面无表情地拨通了顾晨电话。 电话响了许久, 才被接了起来, 另一段嘈杂的声音, 好似在舞台后台, 顾沉不耐的声音响起, 喂, 有什么事? 饶氏在熟悉了他的冷漠, 我还是被他公事公办的态度, 气红了眼眶, 装作冷静地问道, 今晚回家吗? 对面沉默了一会, 最终留下一句, 再说吧。 电话挂断瞬间, 我听见沈木之撒娇的声音, 阿晨, 你跟谁打电话呢? 你看看, 我今晚穿哪身礼服呀? 与此同时, 电视上恰好放到珠宝燕上 沈木之兴奋地 指着一款项链给顾晨看, 顾晨微微低头凑近 认真听他说话的画面。 女方天真烂漫, 男方成熟稳重, 看上去真是一对金童玉女, 我放在肚子上的手紧了紧, 闭上了眼睛, 时针一点一点划过了十一点, 桌面上的菜都凉了, 顾晨始终没有回来。 我看着手机上娱乐典礼的直播, 记者一窝蜂围住顾晨和沈木之, 众多话筒举到面前。 沈小姐, 您一入圈就拿到多部大制作女主, 堪称飞升最快的女星, 请问背后有顾总帮助吗? 沈小姐, 在港珠宝宴上, 顾总曾拍下六千万钻戒, 请问是送给您的吗? 沈小姐, 结婚后您还会在娱乐圈吗? 还是拿下影后之后就退圈, 安心做豪门扩胎呢? 沈木之一边笑着搪塞过去, 一边含羞待怯地看向顾晨, 说自己一切都听阿晨安排。 站在外面的粉丝看到这一场面, 纷纷激动地喊道百年好和, 木晨就是最配的等祝福。 顾晨略微一点头, 护着沈木之走进那场, 六千万的钻戒呀, 我自嘲地笑了笑, 当初我得到的只有最基础的结婚证。 我和顾晨恋爱要追溯到大二, 他作为优秀毕业生, 青年企业家回校做演讲。 而我恰好是学生代表, 在台上和他交流互动。 演讲结束快散场时, 他突然喊住我, 苏青。 我回头, 看着他笑着走过来, 早就听周老师说他有个得意弟子, 年纪轻轻, 天赋比我还高, 今天可算见到了, 名不虚传。 阳光在他背后撒下, 他的笑容洒爽, 深邃的眼神, 看谁都好像很深情, 好久不回母校了, 变化很大, 你介意带我四处逛逛吗? 几次相遇后, 我们俗套地坠入了爱河。 但他的母亲始终反对这段恋情, 并在我们准备谈婚论嫁时, 忍不住单独约见了我。 小孩子谈恋爱很正常, 但要结婚这种大事, 阿姨不可能做事不管, 我们顾家可不是你这种普通女孩子, 随随便便能进来的。 后来她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 大抵是让我认清身份, 不要妄想李渔月龙门的话。 我唯一记轻的是, 顾晨急匆匆放下会议杆来, 挡在我面前和周母对质。 那一天, 大家不欢而散, 顾晨紧紧握住我的手, 她说这些事情她会一个人解决。 周母最终还是妥协了, 在顾晨搬出周家并拒绝继承家业的第二个月, 她同意了, 唯一的条件是不举办婚礼。 拿到结婚证的那天, 顾晨超级开心地拉着我跑到海边, 突然担心下跪拿出一枚戒指。 轻轻, 我知道你受了委屈, 这枚戒指你先收着, 等我公司上市后, 我会补及你更大的婚礼和钻戒。 那天海浪声很大, 誓言和海浪一起在耳边回响, 那一刻, 我没怀疑过她的真心。 可这一等就等了许多年, 等到公司上市, 等到她继承家业, 等到她越来越一起风发, 可一直没等到她口中的婚礼。 刘妈走过来, 想要把凉掉的菜拿去热一热, 瞥见我手机里的直播画面, 她叹了口气, 宽慰道, 太太您别多想, 这沈木之是故事传媒新迁的艺人, 先生捧她也是正常。 我回过神关掉手机, 起身道, 这些菜不用热了, 直接倒掉吧, 我出去一趟。 太太, 这么晚你去哪? 刘妈在身后不解地问道, 我已经拿起车钥匙走向门外, 等红灯时, 路边一个小男孩被她爸爸背着, 手里举着飞机模型给她爸爸炫耀, 她妈妈跟在身侧笑着看他们父子打闹, 我看得愣了神, 直到身后喇叭声响起, 才发现早已变成绿灯, 我一踩油门冲了出去。 我想过, 如果今晚顾晨回来, 我就和她聊一聊, 告诉她我怀孕了, 如果她不回来, 我就去打掉。 与其让她生下来, 活在父亲的冷眼中, 也进一步帮顾晨牵制住我, 不如尽早斩断。 从手术室出来后, 我脸色苍白地已在墙角, 主治医生周末走出来, 看我的样子, 赶忙让护士给我开了间病房。 你一个人也敢这么晚来做手术, 做完连树后, 注意事项都不听就走。 也太不对自己负责了。 周末站在病床前叙叙叨叨个不停, 看那驾驶深得唐僧真传, 一时半会儿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我老公陪她小情人, 没空来。 我躺在床上冷静地回答一句, 周末的眼睛瞪大, 嘴巴立马闭上了。 所以, 能让我这个伤心欲绝, 体质虚弱的少妇安静地休息一会儿了吗? 周末这下连点头都变得小心翼翼, 走到门外时愤愤低声骂道, 这年代还有这么过分的渣男。 我躺在床上, 不自觉地摸上小腹, 那里还是一如既往很平坦, 可能月份小本来就没什么变化。 摸着摸着, 一行眼泪流了下来。 当断则断, 不受其乱。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我苏青做的决定, 就不会后悔。 第二天, 我罕见地睡到了中午, 醒来发现床边放了一碗粥, 粥旁有一张便利贴, 飞扬地自己写着, 这几天吃的清淡点, 如果醒来粥凉了, 按呼叫铃, 护士会给你更换。 我刚看完, 周末就推门而入, 看见我手里的便利贴, 他有点不自在地摸摸鼻子。 你醒了? 昨天的注意事项记住了吗? 还有, 谢谢你的周, 请问出院手续怎么办? 我礼貌打断他, 对别人突如其来地关心我还是有些不习惯。 你这么快出院, 不再休养休养。 没事, 我老公别的没有, 就是有钱, 我回去也会休养得很好。 我面不改色地穿上鞋, 周末有些无措, 但还是为我指了指方向, 在我马上走出去时, 周末突然叫住了我, 加个微信吧。 我疑惑回头, 周末扬起一个笑容, 你如果出现什么不是症状, 可以和我随时联系。 和周末加完微信出来后, 周末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苏青, 你现在就回老宅一趟。 语气一如既往, 满是巨傲和冷淡。 到达老宅后, 女佣说, 顾晨和周末正在书房。 我走上二楼, 站在书房门外, 听见里面传来周末愤怒到变了调的声音, 她从未如此失态。 你真是疯了。 一个戏子而已, 也值得你闹上新闻头条。 你知道外界现在都怎么看我们家吗? 我沉默片刻, 伸手敲了敲门后, 推门而入。 周末已经怜起怒色, 只是面色仍有些发冷, 撑着大家礼仪, 端坐在书桌后。 顾晨沉默地站在书桌前, 看见我进来, 身体动了动, 我直接绕过她, 看向周末。 阿姨, 您叫我来, 有什么事? 周末深吸了口气, 冷声道, 新闻你看了吗? 我知道, 今天加周末微信时, 我就看到新闻了。 沈慕芝突然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顾晨拍下的钻戒。 硕大的钻戒戴在她纤细的手上, 确实引人注目。 不过更引人注目的 或许是背景里椅子上西装的一角, 正是顾晨昨晚宴会上穿的那一身。 我沉默地点点头, 扮演着一个乖巧懂事的形象。 顾晨突然沉声道, 那个新闻是假的。 我感受到她的目光紧紧粘在我身上, 但仍没有抬头看向她。 真的假的, 现在有什么关系? 重要的是, 别人怎么看? 周母呵斥道, 对呀, 背后另有隐情有什么关系, 钻戒戴在她手上是针, 那件西装外套是针, 她身边总会出现沈慕芝的身影是针。 苏青, 周母看向我开口, 像做出什么巨大恩赐一样, 对外公布你们的婚事吧。 昨晚应该是你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 就说顾晨和你在一起。 五周年, 顾晨一愣, 看向周母, 比起一个戏子, 一个干干净净的名笑声, 对我们的名声更有利。 周母没理睬她, 自顾自说下去, 我不愿意。 我突然坚定地回答道, 周母没料到我会拒绝, 自顾自说道, 接下来, 公司下属的媒体部门一起把这个话题推上热搜, 她愣了一下, 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你不愿意? 周母早习惯了我在她面前攻顺的姿态, 突然地拒绝, 惊得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 再次重复, 我不愿意。 周母反应过来, 面色铁青, 一把把古董茶杯摔在地上, 碎片四散, 我闭了闭眼, 没想躲开。 预料中的疼痛没有传来, 睁开眼看到顾晨穿着风衣挡在我面前, 手上被划出了些许血痕。 妈, 你这样就过分了。 顾晨微微有些动怒, 这是跟青青没有关系。 我看着顾晨宽大的背影, 指尖颤了一下, 忍住没有上前为她查看伤势。 顾晨回过头, 眉头微皱, 想要检查我有没有受伤。 周母却比她行动更快, 快步走来, 一把推开我, 去查看顾晨的伤。 我做完手术, 身子本就虚弱, 后退几步, 险些摔倒。 疼不疼? 周母心疼道, 你这个傻孩子, 从小就细皮嫩肉的, 乱挡什么? 顾晨看向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低下头牺牲安慰周母。 我站在不远处, 看着他们母慈子笑的场面, 只觉得自己站在这儿分外讽刺。 呵, 阿姨, 顾晨是您呵护着长大的, 我就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难道我父母就不心疼我吗? 这句话并未引得周母态度有半分缓和, 她冷冷道, 做人要惜福, 你都嫁进我们家了, 还想怎样? 我抑制住因为强烈厌恶而引起的恶心, 转身走出书房。 身后隐隐传来周母的抱怨声, 阿晨, 你敢去追一个试试。 这丫头越来越不知分寸了, 她刚刚那是什么话? 我只觉腹部隐隐作痛, 强撑着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手机传来震动, 我低头发现是周母发来的注意事项, 谋色暗了暗, 发了条信息过去。 中午有空吃饭吗? 午餐选在了医院附近的一家小餐馆, 确实周母早早地在位置上等我了。 你看看想吃什么, 但是要吃清淡点的。 周母笑着递过菜单。 我看着她鲜长的手指, 在接过菜单时有一短暂触碰后分开, 周母一愣, 耳朵有些红。 我洋装不察, 自顾自地点菜。 点完后, 周母体贴地询问我身体感觉怎么样。 她的眼睛和年轻时的周母很像, 但是少了冷傲, 多了志气真诚。 有点不舒服, 被老公妈妈叫回去骂了一顿。 周母立马摆出横眉冷对千夫纸的架势, 愤愤道, 那你婆婆也太坏了吧。 明明都是那个渣男的错, 可是那是她亲儿子, 她舍不得骂, 只能拿我出气了。 我怂怂间, 我都习惯了, 不过今天小小反抗了一把, 她简直要气死了。 周母咧嘴笑了起来, 你反抗得好。 有本事去找自己儿子和小情人算账, 找你算什么本事。 我撑着脸看着周母笑, 视线撇过不远处角落一闪而过的闪光灯。 吃完饭再看手机时, 热搜已经被撤下来了。 周母亲自出面, 晒出了结婚证, 第一次向公众公开了我们的婚姻, 在她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 沈慕芝也发了澄清, 说这是顾晨为下部电影特地购买的道具, 自己作为女主角, 先赞为保管, 没想到引起了误会。 配图是下一部电影的海报, 评论区一部分说接受新电影安利, 但大部分仍在为沈慕芝打不平, 甚至说出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对故事的影响已经降到了最低。 我点开沈慕芝发的海报, 下一部电影很巧是一部文艺片, 讲的是民国时期, 当红影星与军阀的灭练。 两人相爱时, 军阀已有了妻事, 当红影星不愿作妾, 两人误会逐渐解除, 军阀最终将妻子修掉后送其出洋留学, 自己和影星洗劫连理的故事。 真是讽刺啊, 沈慕芝为此做过多次宣传, 也发过似是而非的话, 我露出一抹冷笑。 周末结完账出来, 看见我站在门口愣神, 赶忙把外套披在我肩上, 我给你说的注意事项你听进去没有, 这几天不能受粮不知道啊。 我把外套取下来, 在周末错愕的眼神中还回去, 谢谢, 但我不需要, 还有下次别这么容易被骗了。 看着角落里举着摄影机的人离开, 我撤掉甜腻的笑容, 有些疲惫地看向周末。 周末对我的态度转变显得意外, 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累着了对不对? 嗯, 也是, 今天发生了那么多事, 做完手术, 情绪不稳定是正常的。 我郑重其事地盯着他, 真的很对不起。 但是, 你是我做这件的最佳人选, 我在心里默默地, 然后转身离开, 不再去看周末的反应。 回到别墅时, 顾尘罕见地坐在沙发上, 我换好鞋, 安静地准备上楼。 苏青, 你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顾尘突然开口, 抬眸看向我。 我扯出一抹微笑。 问什么? 澄清上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那枚戒指不过是下一部电影的工具而已。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顾尘今天莫名有些暴怒, 你不问我要一个解释吗? 我站在楼梯上看向他, 不喜不悲, 道, 顾尘, 我没问你要过解释吗? 在晚宴上, 你因为沈慕之被灌了一杯酒, 当众怒打合作伤, 打没了多年来的合作关系。 在公司团建里, 你因为沈慕之爬山扭了脚, 众目睽睽之下, 即得亲自背他下山求医。 在电影投资宴, 你因为沈慕之想要演女主, 第一次有意干涉导演选角。 在周阿姨多次想要约见沈慕之时, 你把他护得好好的, 阿姨连他的影子都看不到。 这些事情, 我没问你要过解释吗? 委屈压了太久, 我还是没忍住红了眼眶。 每一次, 每一次你都有合理的解释。 再问你就会说我虎脚蛮缠, 怎么变了样子? 你还想要我怎样? 当初他一个人创业, 我陪着他被人不知道灌了多少杯酒, 公司上市前拉投资, 路上我喂病饭了, 他担心地让我一个人先去医院, 周母结婚前刁难我, 想找到我有多么容易。 可这些事情放到沈慕之身上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为了他放弃投资商, 可以为了他违背原则, 可以为了他和周母反抗。 他不是不能, 只是不愿意。 以前, 我一直疑惑, 沈慕之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够迷得顾晨为他不顾一切。 后来, 在沈慕之杀青宴上, 我终于明白了, 这是沈慕之的第一部戏的杀青宴。 顾晨罕见地缺席了一场重要会议, 让我自己主持, 他去参加了杀青宴。 这部戏的导演确实知名, 但没有重要到可以让顾晨抛下会议去捧场的程度。 会议结束后, 我自己驱车前往, 到达时, 杀青宴都已经结束差不多了, 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外走。 进去时, 看见的就是顾晨最倒在椅子上, 沈慕之在一旁凑近数着他的睫毛。 沈小姐, 顾晨交给我处理就好。 我走过去公事公半岛, 沈慕之抬起眼看向我, 半晌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顾太太, 阿晨和我提过你, 真人确实好漂亮啊, 你要是进眷, 估计就没我饭吃了。 我无视他的奉承, 只是那句阿晨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辛苦了沈小姐, 他交给我照顾就行。 沈慕之笑容僵了僵, 还是站起来让出了位置。 随后, 沈慕之以太晚没有车为由, 想要搭车, 让我送他回到市区。 当我们把顾晨抬到后座时, 顾晨突然喃喃道, 慕之, 别走。 我愣在原地, 沈慕之俯下身去, 温柔地拍拍顾晨的脸俯卫道, 慕之不走, 慕之永远陪着阿晨。 我站在一旁, 像一个外人一样。 路上我专心开车, 沈慕之则坐在副驾驶刷着手机。 半晌, 沈慕之突然俏皮开口, 其实, 我和阿晨是彼此的初恋。 他凑近我耳边笑道, 你应该知道初恋的含义吧。 我猛然一搭方向盘, 避开前方路障, 沈慕之无嘴笑了起来, 开个玩笑而已。 苏清姐也太敏感了。 我抿了抿唇, 没有说话, 沈慕之撇撇嘴, 哎呀, 你不会生气了吧, 真没意思。 剩下的一程路, 他没有再大话。 把沈慕之送到目的地后, 他下车特地绕到我车窗旁。 我降下车窗, 他娇笑着说, 其实, 我们当时分手是因为周阿姨的阻挠, 不然现在你的位置, 或许就是我的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道, 谁没有点过去呢? 最起码现在的顾太太是我。 沈慕之的笑容有些扭曲, 他再也挤不出甜美的微笑。 哦, 是吗? 我们走着瞧好了, 不过他当初为了你和周母抗衡时, 只是因为对你的爱, 还是也想要弥补当年懦弱的遗憾呢? 沈慕之踩着高跟鞋走远, 我还坐在驾驶座愣神。 回家后, 刘妈去熬行酒汤, 我看着顾晨的手机, 第一次鬼使神差的解锁翻了起来。 最终在相册的角落发现一个带着密码的合集, 谈恋爱后, 顾晨很多密码都是我的生日。 可这一次我输了进去, 显示密码错误, 顾晨的生日, 密码错误, 周母的生日, 密码错误。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下意识地输入了沈慕之的生日。 相册打开了。 相册里是更年轻的沈慕之和顾晨。 高中、大学, 两人慢慢由稚嫩变得成熟。 相册里有沈慕之恼怒地去打顾晨, 有沈慕之拍的顾晨在课桌上青涩地睡颜。 有他们高中毕业穿着校服的合影, 也有两人大学对打辩论赛的照片。 我一张一张地翻过去, 翻到手都有些颤抖。 我的理智告诉自己这些都过去了, 顾晨留下这些照片只是纪念, 他爱的是我。 我的情绪告诉我, 既然分手了, 为什么不删干净? 还留着是怀念吗? 之前顾晨的种种反常行为也似乎有了解释。 迎着顾晨的目光, 我站在楼梯上抛下最后一句话, 我知道沈慕之是你的初恋, 如果你忘不了他, 我们就离婚吧。 顾晨猛地抬头, 我没有理睬他, 静止回了卧室, 今晚恐怕是我们能心平气和的最后一晚了。 第二天, 我从床上醒来, 走到楼下, 发现顾晨竟然还在, 只是面色疲惫。 轻轻, 我们好好谈一谈, 我可以给你解释。 现在的解释吗? 我不需要了, 如果需要离婚协议书的话, 我可以提供。 我自顾自绕开他, 走向餐桌开始吃早饭。 我感觉到顾晨在身后强压怒火走过来, 将手搭在我肩上, 轻轻, 他话还没说完, 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松开手接起电话。 他没有注意到他转身瞬间, 我拿着刀叉的手, 抑制不住有点颤抖。 今天的头条, 再次将故事冲上热搜。 前有顾总和女星暧昧, 后有顾太太约会神秘男子。 周母昨天发的声明, 在今天看来, 显得格外可笑。 照片里, 正是我和周母吃饭, 他为我披上外套的画面。 为了保护周母, 我让狗仔把他的脸引去了。 顾晨冷着脸出来, 想来那通电话是周母打来的。 他来在我身侧, 深吸了一口气坐下, 安抚性地攥住我的手, 没事, 轻轻, 这个热搜我已经让人去撤掉了, 妈那里有我挡着。 但这件事, 你能不能给我一些解释? 我将手硬生生地抽回来, 继续低头吃饭, 没有什么解释, 就是你看到的那样。 没有意料中愤怒离去, 顾晨反而笑了起来, 你是因为吃醋, 所以才故意这样的对不对。 我和沈慕之真的, 餐具的破碎声打断了顾晨的话, 我抬起头歉意地笑了笑, 好似刚刚摔东西的另有他人, 不好意思, 手滑了。 顾晨抿了抿唇, 有些陌生地看向我。 刘妈, 过来收拾一下, 我今天还有约。 我不管顾晨的脸色, 不急不忙地起身。 刘妈瞄着我们的脸色, 小心翼翼地上前, 顾晨则已把握住了我的手腕, 轻轻迎着我的目光, 他还是慢慢松开了手, 出去玩得开心, 晚上早点回来。 张律师, 所以你认为我们离婚后, 我能分到大部分财产? 我戴着墨镜, 看向对面的律师。 如果对方有实质性出轨证据, 男方在判决时, 是要遵从少分财产的原则, 但即便没有, 对半分家产还是可以保证的。 张律师拿出几份文件。 虽然顾家情况比较复杂, 好在苏小姐尽早收集了证据, 又早就理清了大部分财产, 分配起来会迅速不少。 我勾起唇角笑了笑, 端起咖啡, 毕竟我也学金融出身, 财产管理上也有点惊艳。 接下来的事情还要多劳张律师费心。 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比起冷脸洗内裤, 我还是喜欢更直白地分财产环节。 在第十次和顾臣索要解释吴国, 他渐渐不回家时, 我就不再和他争吵, 而是表面乖巧地开始收集证据。 背叛就是背叛, 不会因为后期悔改而改变, 与其在那里伤春悲秋, 化身怨妇, 不如趁早把利益握在自己手心。 回到别墅一开门, 周母的巴掌就要落到我脸上。 所幸我躲闪迅速, 抓住他胳膊往后甩去, 周母一个踉呛扶住门, 脸色更加难看。 翻了天了, 苏青你这个贱人竟然敢出轨。 想必周母也是怒急, 往日在她眼中粗鄙不堪的词语, 如今也脱口而出, 我上辈子和你犯冲, 你这辈子来霍霍我儿子和我外甥。 看来是已经查到了呀, 我勾了勾唇角, 抬眼看向站在不远处, 看不清神色的固沉。 周母被我的笑容激怒, 再次高高扬起手, 准备打下来, 却被一只有力的手拦了下来。 姨妈, 你干什么呢? 熟悉的声音在耳后传来, 我微微侧头, 是周母。 沙发上, 周母收敛了神色, 小木, 你放心告诉姨妈, 是不是苏青勾引你? 够了。 妈, 你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 顾沉不悦道, 青青不过是和周母吃个饭而已, 亲戚之间走动无可厚非。 这件事我自己会解决。 好了哥, 姨妈, 我和苏青没什么, 她只是我的病人而已。 周母挣扎地开口, 空气一下子沉没了下来, 周母狐一打量着我, 顾沉艰难开口, 青青,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吧? 去看医生为什么要瞒着我。 没事啊, 打个胎而已, 不用大张旗鼓。 我面色如常地看向她。 接下来, 估计是我嫁入顾家最戏剧的一天了, 周母脸色苍白, 气得直哆嗦, 嘴里念叨着打胎。 我们结婚那么多年, 没有孩子。 周母别提多想要一个孙辈了。 她颤抖着起身看向周母, 可又舍不得骂她, 最后骂了一句作孽呀, 就晕过去了。 周母吓得赶忙扶住周母, 喊来留妈陪她一起把周母送去医院。 一片混乱中, 只有顾沉和我最为安静。 我冷眼看着这一场闹剧, 没有半分触动, 没有痛心, 也没有复仇的爽快。 顾沉低着头看不见神色, 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跟上去看看你妈吧, 今晚她受的刺激可不小。 我有些乏味地站起身, 每一次不都是这样。 在周母和我之间, 她总是倒向周母的那一个。 与其等她装枪做事后再追出去, 不如我现在就让她走。 手腕突然被死死抓住, 我看向顾沉, 她抬起眼, 眼眶泛红, 竭力忍耐道, 疼不疼? 做手术的时候, 你疼不疼? 我试图一把甩开她, 顾沉, 你现在假惺惺的, 不觉得恶心吗? 这一把没有甩开, 顾沉反而握得更紧了, 我看着她的样子, 扬起一抹恶劣的笑, 说起来, 她也算你害死的。 就在你陪沈慕芝的那个晚上, 我说如果你回来, 我就和你谈一谈, 可你选择了另一条路。 顾沉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 似痛心似不可置信, 握着我手腕的手, 慢慢松开了。 轻轻, 那天晚上我回来了, 我别过头, 不再看她, 可你回来晚了。 顾沉失魂落魄的南南道, 我回来晚了, 我还是回来晚了。 我扔出早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如果你心里还对我有一点情意和歉意的话, 就把这个签了吧。 当然, 如果你不同意, 我也有时间和证据陪你慢慢争, 不过那对你我都不好。 我踩着高跟鞋上楼, 看了一天戏, 也有些累了。 第二天我下楼时, 发现客厅一片狼藉, 顾沉的手冒出鲜血, 看来昨夜他发泄了不少怒火。 放在以往我也许会心疼, 急着给他处理伤口, 可今天我看着他狼狈的模样, 竟有一丝爽快, 你也会有今天吗? 都说爱人最高境界是心疼, 我是真的不爱顾沉了。 我小心避开碎片, 准备往门外走去。 顾沉突然在我身后跪下, 轻轻, 之前做那些举动的人不是我。 真的? 你相信我, 故事真的很复杂。 他的声音充满焦急和激动, 可我再没有耐心去听他解释了。 看来你是非要我走法律渠道离婚了。 离开别墅的第一时间, 我就联系了张律师, 开始着手准备诉讼离婚。 基本材料准备好后, 我全权交给张律师, 给自己订了机票出去度假。 寄入穷相就该早点掉头, 不可搓磨一生, 我的人生还很长, 还有很多精彩要看。 度假期间, 第一个联系我的人不是张律师, 反而是周末。 电话接通的瞬间, 对面沉默了很久。 对不起, 我替我哥和姑姑对你道歉。 周末声音有些嘶哑, 真的很抱歉。 你不用替他们给我道歉, 利用了你我很不忍心, 以后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不要再联系了。 我诚挚道, 对面的呼吸紧促了几秒, 周末尖难道, 你能回来看看我哥吗? 你走之后, 他的精神状态就不是很好, 一直喃喃说, 之前不是他, 是十七岁的顾尘。 姑姑上次受刺激后, 身体就不太好, 哥这个样子他更难受。 我挂了电话, 挂电话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他们这样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顾尘疯了的话, 我不介意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疗养, 这样离婚手续和财产分配就更好办了。 看着巴黎岛湛蓝的海面, 我真的什么都不想管了, 这么难得的假期, 不想再浪费在不相关的人身上一分一秒。 最后, 我还是没有完整地度完假, 因为顾尘同意签署离婚协议。 我有些吃惊, 毕竟那真的要分出顾尘一大半的身价。 以他之前对我的态度, 我以为他对我只有一些淡淡的歉意, 这点淡漠的歉意并不会越过他的理智。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我火速订了最近的飞机票回国,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原因同意离婚, 我都不会错过这次绝佳的机会。 在见顾尘时, 他果真如周牧所说憔悴了不少, 深邃的眼窝凹陷进去, 下巴上出现轻轻的胡茶, 正如意气风发是藏不住一样, 失忆和憔悴也是再强撑也掩盖不住的。 拿完离婚证, 顾尘说想和我聊一聊, 我看着手中离婚证, 摇摇头, 顾尘, 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感谢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们不至于闹得更难看, 所以, 就在这结束吧, 我不会再怨你, 过去的一切我都当作不记得。 他眼眶又红了起来, 想要继续说些什么, 只是周牧适时走了出来, 歉意地看我一眼, 带着顾尘离开了。 没走多远, 顾尘突然挣脱周牧, 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哭得撕心裂肺。 这真不像一个成熟的商人做出来的事情。 听着他绝望的哭声, 我只觉得有些吵闹, 像商场里为了新玩具撒泼打滚的孩子。 我没有停留, 而是拿起电话, 约了家族资金管理团队, 协商后续财产管理的事务。 什么都有可能是假的, 唯有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合同白纸黑字, 写的是真的。 在之后, 顾尘突然像条疯狗一样, 撤回了对沈穆芝未来资源的投资, 顺便还举报了沈穆芝的税务, 及一系列的问题, 发了一篇长长的文章, 来讲述自己对我的爱。 沈穆芝原先定的女主角色, 被另一个实力派演员抢走了, 负面新闻满天飞, 影后是拿不到了, 还要为牢狱风险发愁。 得知这一切时, 我正坐在28层总裁办公室, 奋笔批改着文件。 事业带来的快乐, 并不比爱情少一分一毫, 甚至还有更多安全感和选择权。 我再也不用为了做一个闲内主, 掩藏自己的锋芒, 只能处理些边缘事物。 凭借着自己的才能, 我将公司做得越来越好, 顾晨却无心工作 和沈穆芝闹得不可开交, 分得的几个公司经营不善, 越来越濒临破产。 随着事业如日中天, 我开始思索 要不要把顾晨名下现在的公司 一并收购了。 沈穆芝就是在这时找到我的, 她戴着墨镜闯进公司大厅时, 我恰好要出去吃饭。 她突然冲过来, 死死握住我的胳膊。 墨镜下, 那双曾被赞叹像小鹿般的眼睛, 早没了当年的灵气, 空有愿读和疲惫。 我知道她要来跟我讲一讲 他们间的故事了, 我将她带到一家私菜馆。 我落得现在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你。 她愤愤道, 我翻着电子菜单, 不理睬她, 自顾自点菜。 她突然打翻菜单, 看向我愿读道,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阿晨因为你变成了那个样子, 你竟然还能心平气和在这里吃喝, 你知道她现在的状态吗? 你这个冷漠无情的人, 你是不是早就看上了顾晨的财产? 那可是她一半的身家呀。 你怎么好意思呢? 我连起笑意, 在商场中磨练出的气场, 让沈慕芝一时有些木讷。 沈小姐, 我为什么不好意思拿? 这些年为了她的事业, 我的付出就少吗? 有多少合作, 是我和她一起拉来的。 她婚前协议都好意思签, 鬼都好意思出, 我分财产时有什么不好意思拿呢? 你说我冷漠无情, 可故晨之前, 做的事就不冷漠无情吗? 她抛下陪她在初创公司打拼的我, 带着你招摇过世, 结婚多年, 不是为了澄清就不会公开过我们的婚事, 结婚多年没有婚礼, 在她妈妈刁难我时, 总是袖手旁观, 让我理解, 留我在家冷暴力我, 这些事情你平心而论, 难道不比我过分吗? 相比之下, 我只是合法地维护了我自己的权益, 你就觉得我恶毒, 难道你是认为我唯一能反击故晨的方法, 就是冷脸, 给她洗内裤, 让她永失所爱? 还是我应该清高地甩她一巴掌, 净身出户? 如果你言情巨言多了, 脑子不好使的话, 趁早去找角气医生看一看, 而不是在这里撒泼。 沈慕之脸色慢慢涨红, 有些难堪地咬了咬嘴唇, 半晌她想到什么, 又有些嘲讽地看向我, 可你错了, 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 她是爱我的。 沈慕之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 她说, 我们生活在一本虐妻小说中, 她是恶毒白月光, 我是虐文女主角, 顾尘在她回来后内心动摇, 在我灰心离开时, 顾尘发现最爱的还是我, 于是开始追欺并报复她, 导致她在一个躲避狗仔的夜晚撞车身亡。 她觉醒后, 绑定了一个系统, 那个系统说, 鉴于她前世太过可怜, 可以送她一个金手指改变这一世的命运。 于是她说, 想要17岁的顾尘穿到27岁的顾尘身上。 17岁, 正是顾尘最爱她的年纪, 她要比原文中提早回国, 这一次她一定会改变命运。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由于顾尘是主角, 光环太大, 她惊讶发现17岁的顾尘 无法完全掌控27岁的顾尘, 两人一起争夺身体掌控权, 并时不时会被反压制, 于是她只能凭借那些愧疚和爱意 竭力多留在顾尘身边, 巩固这份爱。 可最终在发表结婚声明的那天, 27岁的顾尘还是完全掌控了身体。 我还是和顾尘离婚了, 但顾尘竟然没有按照她的设想最后爱上她, 还是迎来了顾尘的抱负。 我想, 一定是我提前回国影响了剧情,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拿下顾尘, 让她深深爱上我的。 而你错过了一个这么爱你, 护你的男人, 你会后悔的。 沈慕芝露出一种得意的笑, 似乎想看我惊讶, 后悔的模样, 不过她还是要失望了。 我盯着沈慕芝的眼睛, 缓缓道, 你拥有那么宝贵的一次重生机会, 竟然还将希望放到顾尘爱你的念头上来。 你抱着这种思想, 再来多少次还会失败, 你总是高估了顾尘, 低估了你自己, 在你眼中。 顾尘聪明, 英俊, 事业有成, 自己柔弱, 需要依附他人, 获取保护和权势, 可在我眼里, 他冷漠, 软弱, 妈宝, 任性, 情绪化, 爱的时候惊天动地, 不爱了就随手丢弃, 甚至百般打击报复, 上一次的车祸之痛你还不明白吗? 哪怕是上一世, 我也可以明确告诉你, 我也一定不会和他复婚。 沈慕芝逞强地笑了笑, 还未开口便被我打断, 而且如果他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的话, 不会自己想问我一个答案, 却只能命令你来问。 沈慕芝愣住了, 我看向不远处的角落, 顾晨, 你还不过来吗? 顾晨慢慢向我们走来, 有些眷恋地看着我。 他落座后,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轻轻, 沈慕芝没有说谎, 之前的行为都不是我本意, 你相信我, 我只爱你。 我握住他的手, 安抚地拍了拍, 我知道, 我相信你们说的, 那不是你, 起码不是我认识的顾晨。 顾晨松了口气, 笑了起来, 轻轻, 可我也还是会和你离婚。 顾晨脸上的笑意僵住了, 你和17岁的顾晨, 其实本质上还是没有任何区别, 我所真正失望的, 不仅仅是17岁顾晨的举动, 那只能算一个导火索, 我们的婚姻存在了太多问题。 17岁的你, 爱沈慕芝就冷暴力我, 27岁你, 爱我便报复沈慕芝, 逼她来跟我坦白, 上一世甚至逼得她车祸身亡。 现在你是爱我的, 那以后呢, 如果你不爱我了呢? 抛开你运气得来的面容和绅士, 你整个人, 其实都自私自利到可怕。 离婚后, 你就一蹶不振, 公私也不管, 不是因为你深情和爱我, 是因为你想让我心疼, 让周母心疼, 然后满足你迁就你。 你真的是很像个孩子, 喜欢躲在别人身后, 通过撒泼打滚让别人妥协。 我拿起包站起身, 可我不会再妥协了, 你还停留在原地, 甚至倒退, 而我会一直再往前走。 比起顾太太, 我更喜欢做苏总的生活。 还有, 你不该因为这些小情小爱又干了件蠢事。 顾晨和沈慕芝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群埋伏在周围的警察进去钳制住了他们。 他们一个作为明星恶意逃税, 还拒不纳税, 一个作为商人恶意竞标, 扰乱网络风气, 后面还有好多事情没查。 但碍于他们一直东躲西藏, 出行小心, 警察一直无法找到他们, 将他们执法。 所以, 在沈慕芝出现时, 我只是顺水推舟引固沉出来。 在他们锒铛入狱的第十年, 我的产业翻了几十倍, 顾晨的公司也早已被我并购。 我出国去进行商业演讲, 当我坐在私人飞机向外看时, 我发现世界原来这么辽阔。 以前, 女生总是把爱情看得很重, 男人总是把爱情看得很轻。 因为前者被锁在深墙大院里, 一生都围绕着丈夫孩子, 这就是他的百分之一百。 而男人不限于后宅, 还可以在外面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 爱情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除了爱情, 他还有许多其他宝贵的事物, 所以他不会离开了爱情就不能活。 而现在, 随着时代的发展, 女性可以接触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如果不加以利用, 还拘泥于爱不爱我的小情小爱, 就注定要被限制在一小片天地里。 但一旦他尝到了做事业的乐趣, 提升自我的乐趣, 认识更多新朋友的乐趣, 他的天地就豁然开阔起来了, 爱情也由生命计变为了调味计。 那个绑定过沈慕芝的系统, 有一天夜里来找过我, 他说给沈慕芝一次重生的机会, 是想改变他上一世悲惨的命运, 没有想到他仍然执迷不悟, 因为这件事他要回总部接受处分。 我笑笑不说话, 吃一欠掌一掷, 他会慢慢发现有时候还是要尊重他人命运, 放弃助人情结。 秘书走过来打断我的回忆, 提醒我演讲马上开始了。 当我走向演讲台, 灯光亮起时, 我知道一个属于我和其他女性的时代来临了。 自动情组订的表演 由于自动情组订阅 偈播放 呈